親愛的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億萬大贏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黃世民 為你做現場 今天好可惜 這個美國股市昨天震盪還收紅 台股真的是很不爭氣 開了一個兩點高盤 這叫片線兩點高盤 沿路視為一高壓力盤震盪左低 到尾盤才比較會有買盤 那麼今天量是出來了 可是竟然跌了一百多點 一百多點 目前是跌一百一十五點 那麼貴買這邊也是看盤的指標 也是下來 這一波我跟你講是緩彈 不是回升 我跟大家沿路的講 要站穩五日線這個要件 那這個夜線會下降 所以你至少要站穩一萬六 假如不行的話 這個夜線緩壓非常的大 也就到一六三六零附近 我們來看今天一樣的 遇到這些問題 今天到只有到一六一七九而已 這個點沒有過 那在這邊大跌上去再大跌 也就是說這個還是要再往下徹底 還是再往下徹底 但是因為這個盤真的是很難拿 一天漲一天跌你怎麼辦 但是比較好的訊息當然也有 比如說這個美元指數 我跟你講美元指數 台幣升值美元指數下跌 那現在美元指數下跌的話 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美元指數的下跌代表什麼 不再強勢 可是今天又上來了 一百零二 我上次有跟你講說 一百零三以上都是潮漲 一百零三就是兩年前的最高點的超漲 那今天又上來沒有關係 這個反而上來指數在反而都倒在拉 那我們不管它 因為現在上來指數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要上工業縣有壓 一六二二二五不能追漲 拉回再補給 你今天買股要可以 但是你要買好的股票 不要去追 你一追有些突破新高 你就受中獎 這股票都是這樣 你突破新高你去追你就中獎 不要去追股票 而是用守租再度的方法 那今天的這個戶頂 我一百零八塊跟大家講 穩步期間 那今天戶頂因為 八二六一 今天除息嘛 我們看一下 他就下來 除息就下來 我們看一下 他今天除息嘛 除息就變成下來了 我們看到他今天除息 第一季貨3.53 相當好的一檔股票 真的很好的一檔股票 還是沒有辦法 這個完全的天息 今天是5月26號 5月26塊錢的股力 現金股力6塊錢 是近期裡面最高的一期 6塊錢 昨天收118塊錢是112塊錢 今天依然的 有少天息一下 到113.5 最高到116.5 也不錯啊 我們就細報 我們就細報 像我今天我 因為今天是第一天出息嘛 我還是一樣會帶會員下去買 帶新進的會員下去買 113.5附近來買 有拉到最高點 拉到116 拉到116.5 那沒有關係 反正抱著就好啦 這個好股票 第一季賺那麼多 這個將來都是有希望的股票 有希望的股票 我是今天因為這個特殊 所以才買 那齊鴻是拉回才能找買點 你不要去做追高 你不要以為說昨天外資 投信買那麼多3017 你就把它撩 你不能追 你看你今天假如 哇 昨天 這這這這 華豬買4000幾張 這投信買4000幾張 兩個家就8000幾張 做起來還買2000幾張 這裡買1萬幾張 你不能追 你等到回來五日線這邊 它就有支撐 你再要買再來買 都來得起 這個股票就是這樣做 我沿路的走來 從90塊2毛做到現在 我還是保持這個態度 絕對不追高 那因為我有調節一部分 我提前調節一部分 所以我現在是還沒有再加碼 還沒有再加碼 昨天很厲害 我才會被打死去 我會被打死 我也想不到 這檔股票是很特殊的一檔股票 我1月18號買的股票 竟然可以這樣漲 是我意料之外 你看1月18號指數是在這邊 他老兄是在這邊 他老兄是這樣子 指數是跌3000點 可怕不可怕 買對股票就是這樣 我對他的業績有信心 所以我敢這樣買 政府這一次的創意 我也是根據軟體 他轉牆我去買451塊 有先出571先出一下3443 先出一半 先出一半 我也不是吃到最高點了 今天最567 沒有關係 剩下一半 我不加碼了 這個算是比較高檔的股票 我就不加碼 先細爆就好 細爆也是一個方法 另外我前幾天買的銅字 3552 這個還不錯 一部英雄還好啦 至少都還延武日線操作就好 我底部買的 我底部買的 我就一路的上去 這個是好股票我就不怕 你看今天的股票是這樣子 我的股票是漲 對不對 我的股票是漲的 那我昨天有跟大家講過一張股票 就是馬光 馬光KY 我們昨天前天有買42塊 報到40 我一定要把一部分的錢 這個成交量很小 我只是著量買進而已 我買個一張 給他們說這個長期投資 再慢慢就加碼 代號是4139 也是漲啊 也沒有跌啊 也是漲 還好啦 今天跌它也是 跌跌它 跌也跌不下去了 這種股票就是這樣子 那最主要 我當初會買這種股票是認為說 它有橋件 我看它很類似 以前有一張股票叫大學光 因為這個馬光 它這個華晨基金點頭合作 它有獲告長期的訂單 收購新加坡中醫骨科專科 迎接當地的擴大解封 還到中國大陸天津旗艦店 這個社區醫院拿到醫保 這個大陸要拿醫保不容易 叫做醫聯網 醫聯網單天津跟北京那邊的人口 就1.2億 這個醫保的話1.2億 而且他們只能看20次 不能看太多 像這種將來就會 它會一直射 像它都有骨科的牌照 它會在中國大陸一直 一直拿到醫保以後 會一直射 這個等醫保執照下來開始營業 這個現在已經在天津有兩家針手 它是不及中國大陸跟新加坡 都有 所以像這種就是 有一點像大學官 當初做眼科的味道存在 所以我才敢小買一下 我說這個是大學官第二 這個是大學官第二 這個是著量買 大學官也是從三四十塊那邊 開始大漲 大漲到300多塊 我認為它有這個味道存在 那麼有基金點頭合作 這個都是它的優點 對 所以這種我為什麼有一部分的錢要放在這個傳產股裡面 我全部買電子股的原因在哪裡你知道嗎 因為你電子股 我金融股我不買 因為金融股現在遇到了這個理賠的問題很麻煩 然後尤其是授權股非常地弱 然後尤其是授權股非常地弱 我昨天我看我的AI金頭腦 我那三支授權股 我這每天都會稍微 每天都會稍微 那個抬下去 包括288.81開始 今天小微款談288.2 一樣288.3 這三支很頭痛 這個都是可以漲很快 也是繼續要破底的股票 所以要注意一下 所以金融股就是這三支最弱 在我的軟體裡面就這三支最弱 那麼其實很多股票是 除了自己的觀點之外 還要再看一些所謂的K線指標 我是看K線 金線 原理去找股票 那真的是2000多檔股票 我真的是有時候要找股票一支案 我封列了一支案 搞了半天很久 那我們用把它 用最簡單的方法 就把它結合在一個軟體裡面 它會顯現出強勢弱勢 顯現出有法人買超等等 這些來講 那另外我有這個 這個起貨的軟體 起貨軟體將來才會賣 因為我們公司申請執照 大概下個月會下來 但我把它當作公器 那你說今天起貨是怎麼樣 今天開高 麻煩打播倒到這邊來 今天開高一般是做多 它停損 還手放空下來 沿路的到現在空單還沒有補 空單還沒有補 現在空單還沒有補 空單第一次的空單補了以後 有小做多被扒到 然後再做空到現在 現在是賺16016的空單還在 16016的空單還在 小賺61點 今天基本上也是大賺小賠 不是穩賺不賠 這個基本上這樣子不錯了 不要跟我說你外賣的 白天也賺多 什麼你都要賺這麼多 那你今天這個盤 它就跟前天有一點類似 你要先 有些股票你要先避開 我就是看這個盤 我就說片線二高盤 我一看這個就叫片線二高盤 視為一高壓力盤 盤中拉台皆假象 買盤會坐落在尾盤 才會坐落到尾欄 可是現在已經跌了134點 最大的就是跌破這個五日線 這個五日線很討厭 你不趕快站上去 那可能就要等夜線一直跌 夜線一直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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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五日線只要有一天 這裡要出現一個中長紅才可以 這個才會上去 當然就要拜美國之首次才有辦法 不然的話不容易 這個在這裡我有很多會員 他也到期了 譬如說我的會員到期了 大家要半天前 我都會跟他們關懷 因為現在這個疫情非常的嚴重 比方年紀長者我就跟他講 你小心一點不要亂出門 疫情比較嚴重 你買股票一樣 不要重壓 不要買那麼多 我們買股票一天 你的子股的這個總額 不要超過一定的限度 以我目前是五成基金 最大的限度 剩下五成的現金 現金幹嘛 保護自己的資金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做的話 而且何況我的股票都還不錯 股點對不對 創意 另外那一檔這個旗鴻 那比較低價的大同我今天出掉 還有華同我昨天也出掉了 我先交代一下 因為那個比較弱我就先出掉 像也有人來問我說 今天今天怎麼樣 我說這個已經轉弱了 你就不要流連 他今天問我 他在這個地方問我 我說你就把它賣掉 賣掉 你看 現在一差 差3.8元 這個就是我跟會員的這個交流 像我有很多會員年紀比較長的 我都關懷了他們 雖然他也到期了 我不是叫他來交會員 這樣就沒意思 不要說你比較小心的 國標不要買太多 他也知道我的個性 我不會買很多股票 我買的股票就有一個特色 二丁一高 黃金法則 穩定獲利 價值被低估的股票 我才來買 因為賣相成功一定要守紀律 這個紀律我就用簡單的紀律 就是亞當理論十大法則 很多人講很多的紀律 你紀律就很簡單 要講 停損 10% 不能貪平 這個一般有些人做不到 老實說要不要再買 再加碼 再加碼 加碼 帶去台你就會有 不要去抓頭部或底部 保持資金的貪度 貪性 有時候留得青山債不怕錢 沒財燒 你做股票的目的 不順的時候靈驗收手 不要亂買 你亂買買 亂買賣 到時候你就會 整套那句全派檔有誰 要是你每天要自己留 看你要怎麼 弄掉了 落三千點了 適時的缺入買好股票 那麼我們下個單元再講 好股票也一樣要隔日中 三日中追求績效 有時候買到股票 它像今天拉很高 我們有出掉 回來又幾乎要到成本 哇 這個很頭痛 那我們就下個單元講 AI金頭腦 操作沒完好 長線吊大於短線獲利王 親愛的投資朋友 其我也是一樣 心無多空念 身隨四四轉 我們要用這種概念來做股票 就可以達到一個神乎奇跡的境界 對不對 所以我自己把期貨當作 我看盤的工具 我來跟你講 因為我有期貨分析師的這個證照 我93年就有了 民國93年我就有了 2004年 那時候我剛剛台灣 剛剛有期貨分析師 我就去考 我第八章證書 一期 兩期 第三期 我第八章證書 然後前一期就是三個 三個 一期就是考上三個 那我那一期 我考上我的分數是超高標 280幾分 那個叫做U等第一名 我考試常常U等第一名 那個也是第一名 那個很難考 因為我是讀原文的 他們題目都很多 在我的書上出現 所以要讀對書你才會成功 像做對股票一樣 你會做對股票你才不會受到傷 你亂買股票 你買這套 又不會處理 你如果有情損的觀念 你就OK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馬爾堅持用心懸購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懸購策略 馬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明文俠二 Do you want more Will 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那麼現在目前的行情 仔細的往下錯低 尾盤會拉一下 但是無際於是 這個盤相當的弱 其實美股漲 我們為什麼那麼弱 原因就是在外資 這個外資 這支真的要給我們賣 這支有這台積電 台積電很可惜 這個變成這樣子 變成台股 這個外資的提管機 很頭痛 這個因為外資在很奇怪 他們很喜歡賣台灣的股票 從去年賣到現在 已經賣了1兆多了 那沒關係 他賣他的 我們做股票就是 找好的股票來做 那有時候我們需要 有一些補助工具 補助工具就是 我用AI金頭腦 除了起貨之外還有股票 那比如說我們股票 我前波段有跟你講說 有一檔股票叫藥滑藥 那時候我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是在這邊底下 結果大漲上去 這邊出漲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星號 星號就是紅線出漲 現在是走空 我有會員進來 他有藥滑藥 他昨天進 前天進來的 我叫他把股票拿給我 藥滑藥 我說你先賣掉 6443 我說你把它賣掉 昨天賣到相對的高點 相對的高點 賣到360附近 今天剩下346 這個已經有出現 這個我要告訴你 我叫他把它出掉 他說他本來買280幾塊的 很早就買 看到我在講藥滑 我想好高興 結果漲到這邊就掛掉 我叫他要先出 他來加入我的會員 我都很歡迎 但是就你加入我的會員 我就會幫你處理你的股票 你股票處理好也是賺錢 對不對 像我最近有把 普通會員 我也把錢藏在這一支股票裡面 叫護翔琴 6603 這個籌碼穩定就安全 我買18塊3毛的 今天也到18塊8毛 我可以出 我也不出 這種線型很漂亮 我出幹嘛 我就把這個資金藏在這邊 不會被修理啊 但這個也不能買多 這表示我告訴你什麼 股票不要買太多 你買太多會被修理到 買太多會被修理到 其實今天也有很多股票 你不要去做追高 1560 像這種股票也是 今天突破新高 你看 它也是逆勢而行 從一夜打下來 有盤整向尖 今天拉到146.5 你看它現在大盤大跌 它也跌不下去 它今天在最高 這種股票都有 還有行情 今天爆大料 因為很多人看到昨天 要今天創新 高興 這個都沒有關係 這個無所謂 我們AI金融腦就是 能夠提供這個整個 多空都可以做 強勢 弱勢 每天有買進的股票 有哪些是強勢 有些弱勢讓你知道 那你就是 我擠一個簡單的歷史 今天就有人問我說 一檔股票叫做3430 好像 3034 這檔股票3034 叫做林友 他買400塊 他問我說老實我400塊買的 要不要逃掉 像這種股票你要知道 到這邊這個長紅的隔天 沒有再繼續漲 你就要先出掉 這裡就是沒有繼續漲 隔天就下來 有沒有 你會處理的話你就處理掉 因為他這個還在阻底 我不是說他不好 他在美國最近也在講 美國那邊的IC設計 我們台灣 十名以內有佔了三四檔 J檔算是 還有瑞毅 瑞毅還有另外一個聯華科 跟Invidian同級的 這個美國現在的IC設計 已經輸台灣了 我們台灣已經很厲害 跟台積電的配合都相當的厲害 那你有這檔股 就你這邊去看就知道 我們這邊已經在空了 這個已經走空 你就不要亂買 這個股票是走空頭的股票 這個股票是走空頭的股票 你就不要買 你掏勞的話 你就要注意 他在這邊呼漲呼點呼漲 其實老早就空了 在這邊就空了 在這邊就空了 在呼漲呼漲 這個都還沒有到 上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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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還不到 這個就是空 還是在空方的控制內 就不要買這種股票 你有上來有吉他趕快跑就好 我們就是很專業的 去我們的會員服務 我看緊你的荷包 也是賺錢 我們內行人看不到 外行人看任務 你找黃世民就對了 我現在也是每天認真的寫書 因為這三本書 理論都要改變 實在在改變 潮流在改變 都要改變 以前的觀念 有些是錯誤也要把它換過來 這個就是一個時代的改變 我們要買2D一高的黃金法則 邁向成功 亞當理論的操作十大原則 一定 我就把這十大原則 灌到我軟體做這個最大的精神支柱 能夠適時的從技術面來做切入 還一樣做短 快速機動 隔日中 三日中追求技巧 長短辨識 長線的股票 該爆就爆 該出就出 你看 你有一個AI軍頭腦 操作沒完 什麼股票進去 你就知道答案了 一直通了 你也不要寫很多的東西 你把它刺下去 這是多還是空 你看清清楚楚 看到綠色信號就是賣 看到紅色信號就是買 就是智能鮮鼓 常見較大語 短線破例 你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有公益善遺事 必先利息器 親愛的投資朋友 做股票在現階段 不能全部壓下去 一定要管控風險 股票最有風險 你要管控好 那你要真正懂得管控風險 就是黃世民 跟著視頻走賺錢一定 謝謝各位 再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飛機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